位于新一乡仁和村的乡立体育场 自去年底开始进行跑道与球场等设备整修工程 日前已经完工 新一乡长全志坚带着工所民政客以及建设客前来验收会刊 希望改在三月底的全乡运动会时 就能够开放给民众前来参观使用 新一乡立体育场已经整修完工 用了3000万元经费重新打造PU跑道以及排球场、篮球场 从上方一眼望去特别美丽 为了赶在三月底全乡运动会前启用 新一乡长全志坚带着工所民政客以及建设客前来验收 找出需要修改的地方 跑道扩建成正的200公尺之后 压缩了一些观众席跟球场的空间 所以我们来验收顺便来量一下 我们这次乡运的规划 运动员的休息区跟观众的观赏的区域会不会重叠 然后我们再看他们这次所画的场地的线跟实际的需要的规格是不是符合 那初步来看都符合我们比赛的需求 那主要是修缮的部分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跑道 还有我们的篮球场 还有排球场 还有整体的周边的一些排水的设施 那我们是希望这个运动场打造完之后能够让我们乡民 或者是我们的乡运会 还有一些活动 能够让乡民有更好的一个活动的空间 让所有的选手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工友不断将水泛在PU跑道上面 要了解到透水线是不是符合规定 假如有机者就需要进一步改善 过去体育场是红土跑道 球场也是用混凝土结构 现在换上高级安全的PU设备 香草全之间也呼吁大家要一起珍惜 这个体育场启用之后 我们体育场内部是禁止车辆进入的 那我们最近也发现到有一些乡民 为了来看这个球场 然后把车辆还有机车骑进来 那对于那个场地是一个 有一个破坏的行为 那我们呼吁所有的乡亲能够 能够一起来保护这个运动场 让我们这个运动场能够成为 我们大家一起共用的一个 运动的一个好的场所 目前信力香烈体育场 由公所建立整修到目前状况 虽然不算是最好 但全新的风貌 安全符合规定 全是信力香公所的努力 希望提供给信力香民众 更好的运动设施 记者蔡世奇 信力香采访报道